火箭这支球队在中国的市场,还是有很多的球迷的, 即使到今天火箭在新的赛季开启之前已经打了四场的季前赛了, 从这几场比赛的总体情况来看,火箭在新的赛季还是很值得期待的, 从几个方面都能看得出来,火箭比上个赛季变得也更强了, 核心的保留,安东尼的加盟,安德森送走,心员表现亮眼, 如今还想得到巴特了,虽然很难但是值得期待,可是经过了四场的比赛, 火箭再次迎来一个噩耗,每场比赛都要受伤,移到两人, 如今的火箭一半的球员都是要棍子了, 目前火箭整体上是有19位球员的, 但是进入常规三之后,只能留下15人, 但是现在全队伤病的球员已经达到了8人, 分别是奈特大药罐子, 还有上场比赛受伤的周期, 还要躺下一个月, 麦恰威已经克里斯在第二场比赛中同时受伤, 虽然不是太严重, 再有就是护华神奖卡佩拉手指, 在对战马斯的比赛中受伤, 戈登,哈腾施太阴, 内类也都处于伤病之中, 其实本来在对战上海队的比赛中, 活人可惜的周期, 终于也是赢得了上场的机会, 难得的一次机会, 但是这个机会却成为了周期的索命机会, 好在事伤的不是太严重, 不会包销整个赛季, 可是这样一来周期赛得帅的严重价值也是大打折扣了, 在以后的比赛中, 要想再获得好的时段上场比赛恐怕, 就没有那么的容易了, 这里只是期待周期可以在NBA, 里面能够顺利的成交起来, 被中国篮球在NBA的赛场里面占了席位, 话题回到火箭队, 如今火箭队季前赛也就剩下明天的一场比赛了, 10月13日和灰熊展开最后一场季前赛对决, 如今火箭已经伤了这么多的球员, 替不齐还有谁能够站出来, 如今保罗已经是火箭的重点保护对象了, 现在保罗虽然在季前赛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, 可是如果在季前赛向内查威, 戈登、内类、强佩拉这些球员没有能够从伤病中走出来, 德帅手上还有谁能用, 现在看起来安东尼的到来, 让火箭有了更深的深度, 塔克也成了非卖品, 可是火箭帝老板也还是想要得到巴特勒组成火箭武巨头, 而现在火箭能够拿出的筹码也就只有戈登了, 天天戈登却多次的表态要中了火箭, 这就让莫雷十分的为难了, 是好赌火箭的未来还是要按部就班, 莫雷是真的要好好的选择, 刘笑格登火箭组武巨头, 就成空谈了。